今天回到国内今天的新闻深一度专题报道 带您来看白色巨塔的泪与泪 一名才35岁的朱元医师在开刀房昏倒 清醒之后她的人生从此停革 心智还倒退到如同6岁小朋友 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7年了 但是她始终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正常生活 鬼门关前走一遭 蔡博腔医师的人生从此变了掉 残缺的记忆只剩下工作的医院和永远的35岁 忘记了 35 对 35 这样 35啊 真的假的 但是假的啊 你初次的说三四五啊 对 七年前蔡博腔新婚才两年 带着妻儿出游的一幕幕欢乐影像 成了现在脑海中混乱的人生拼图 七年过去了依旧找不到少了哪一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叫阿布拉 你叫阿布拉 你怎么又变叫阿布拉 2009年齐美医院住院医师蔡博腔心肌梗塞昏倒 由于脑部缺氧虽然抢救回来 却伤了脑部额叶导致失忆 注意力不足智力退化成六岁 连人际互动能力都消失了 治疗患者的医师自己却因为过劳倒下 不止蔡博腔 2010年到2011年陆续有31岁到55岁正值中壮年的医师 在工作时昏倒或在宿舍猝死 住院医师固定颁表连续工作34小时是常有的事 不算加班的话大概一周八十小时 有算加班就不知道了 在台湾一位住院医师平均要照顾15到30位病人 卫生署公布全台医疗院所照护病患比例排行 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 台大医院 台南奇美医院 医护人员工作超量 也就是血汗医院排行的前三名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 就是我们在这么漫长的住院医师生涯当中 是有非常多次我们会觉得那种心力交瘁 然后就是很像会一倒下就一睡不醒的那种感觉 如果一个公车驾驶连续工作30个小时 应该没有人赶上这部车 但是又怎么敢给相同公实的医师看病呢 没病没病啊 然后呢 没病得多了 2014年二审宣判 确认秦美医院过失责任 成为第一起医师过劳要求救济胜诉的案例 但是只赔了780万 医别人然后我们要赔这么多 然后自己搞到过了 我们却赔偿不到怎样 我们求偿无门 面对人生的变局 蔡太太也只能无奈地自嘲 在医院里面还会被家属打 也不受到尊重 一点尊重都没有 我觉得台湾医生很可怜 而且24小时待命 死了真的 我们 我真的觉得算还庆幸他还活着 还能走 还能动 有的医生 就在那边当植物人了 躺着躺着就死了 你怎么不坐下来 我在看 看电视 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电视 天空之城是蔡医师从以前到现在都爱看的卡通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蔡太太期待着蔡医师 是不是能循着这条记忆的锁链 连接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就像卡通里的主人公 找到传说中的天空之城